大家好 现在正是蝴蝶蓝长根的一季节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养护蝴蝶蓝一定要注意三点 要不然呢 它长多少条新根也会烂掉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防虫害 在现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 特别容易置身一些虫害 这些虫啊 它会啃食蝴蝶蓝的新根 嫩根 那么这些嫩根呢 被啃食掉了 后期就很容易腐烂 而且还会置身病菌 我们最简单的一个防虫办法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一点这种颗粒型的杀虫剂 也就是浮虫胺小白药 大概40天左右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一小勺均匀的撒开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防虫 因为它会被植株所吸收这些虫啊 一旦啃食这个植株就直接被毒死掉了 第二点呢 就是要避免农肥 在这个期间呢 施肥一定不能够过农 施肥过农呢 很容易烧伤这个蓝根 然后导致蓝根腐烂 我们施肥最安全的办法呢 就是可以用上这个蓝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然后稀释的倍数呢 可以翻两番 我们正常是稀释1000倍喷叶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稀释2000倍到3000倍 给它进行页面喷湿 这样就能够避免肥伤 第三点呢 就是浇水一定要注意避免积水 那么我们很多花有的用的都是水苔来摘种 那么浇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水苔不能够干的太透 干的太透了 后期很难浇透 我们可以在这个水苔表层呢 已经干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用这个水壶啊 喷喷水 然后呢 一直等到这个水苔干透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所以想要有效保护狐连兰的新根 让这个新根能够生长速度快 长得旺不容易腐烂 这三招一定要注意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